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介绍地貌的改变与平衡 从地球诞生开始到现在为止 地球的地貌一直在改变 而改变地貌的四个主要作用力就是 风化、侵蚀、搬运与沉积 首先我们先来介绍风化 风化的意义就是指 岩石受到空气、水、生物等环境因素影响 渐渐地破碎疏松及改变成分的过程 简单地说就是岩石从大到小的过程 像岩石中的铁会与空气或水中的氧气化学反应 生成氧化铁 岩石就会变得松软易碎 有时我们会在河川地上找到一些碎裂的石头 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长期的日光曝晒 导致石头无法承受热胀冷缩而破裂 像这边的两张照片 分别是由植物的根与蚂蚁在地表上造成不同的变化 像人类为了建设而开采大量的水泥 导致山林被破坏 以聚光的角度来看 其实也是风化了一种 接下来我们讨论青石 首先我们看一段影片 影片中我们看到这个人 用喷枪将铁桶上的锈除掉 这个喷枪喷出来的其实是含有细砂的高压空气 这些细砂因为高压空气的关系 高速撞击到铁锈 使铁锈离开铁桶 这其实就是侵蚀的原理 简单的来说 就是流动的空气或是水 带动其中细微的颗粒 撞击到目标物之后 使得目标物表面受损 这就是侵蚀 台湾由于地势陡峭 许多河流流速特别快 侵蚀的能力也特别强 例如泰鲁阁的峡谷地形 就是这样造成的 这里我们分析一下河川侵蚀的原理 河流流动的时候 靠近岸的两侧 流速会较慢 中间的流速则是最快的 流速大的时候 可以带动较大的岩石 也就具有较大的侵蚀力 从河床的剖面来说 河中央侵蚀力较强 容易向下切割 河的两侧则没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最终会造成河谷 会以V型的方式呈现 相较于河川 冰川的侵蚀则有很大的不一样 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冰川的中间 冰块都是固体 而这些冰块中间夹杂的 许多大大小小的岩石 整个冰川的流动 就是整个岩块 跟着冰块一起移动 这些冰块跟岩块 会在地表产生均匀的侵蚀效果 所以大部分的冰河侵蚀的现象 都会呈现U型的 以下这张照片 就是澳洲典型的冰河遗迹 U型的曲面非常的明显 有些岩石位于银峰面上 长期接受风所带来细小微粒的撞击 使得岩石慢慢的形成细微的碎裂 然后随风飘逸 久而久之 这些石头在银峰面上便会呈现非常光滑的青石面 这类的岩石又称为风魔石 海边的岩石长时间受到海浪的冲击 其中也夹杂着许多的砂石颗粒 这样的冲击也会形成青石的现象 照片上这就是典型的海石洞 接下来我们先介绍搬运的现象 想象一下桌面上有一堆沙子 我们在沙子上吹了一口气 沙子随风扬起 这个扬起的过程 我们就可以说是沙子被风搬运了 单风停下来之后 这些沙子又会慢慢的落下来 这就是沉积作用 搬运与程具的作用 我们可以从河床上轻易的辨识 较大的石头需要较大的水流才能够搬运 因此河川上游的大石头 在水流量大的时候顺流而下 当水流量变得比较和缓的时候 大石头就会先沉积下来 比较小的石头呢会继续顺流而下 当水量变得更和缓的时候 较小的石头也会开始沉积下来 以此类推到最下游的地方 一般来说都是细微的沙子 再从岩石的形状来判断 上游的石头经历过的碰撞较少 所以大部分都呈现岩石破碎的样子 在继续往下游移动的过程中 岩石经历的碰撞也越来越多 渐渐的石头会变得比较圆润光滑 通常在河川的中下游 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多的鹅卵石 从刚刚的叙述 我们知道水在流动的时候 因为流动时同时夹炸了许多岩石颗粒 这些会对河川造成侵蚀的现象 因此当河川进入大海的时候 高低落差不见了 河流的速度也就没有了 这时所有的河流所带下的岩石颗粒砂石 都会开始沉降 因此我们说大海是河道的最终侵蚀基准面 如果河道中间流经过湖泊 那么河流的流速也会突然陡降 这时候也会发生沉降的现象 因为这是暂时的 所以我们就说湖泊是河道暂时侵蚀基准面 如果河道当中有一个凸起 这个凸起呢 会接受到比较多的侵蚀现象 所以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凸起就会消失 整个河道会成为均匀分布的平衡状态 假如河道当中有一座桥 桥都埋在河床下面 这时候下游如果有人大量的开采砂石 结果上游河床的石头 就会向开采处移动 最终使得河床下陷 桥蹲裸漏 这时桥蹲很容易被水流侵蚀 导致桥梁被破坏 因此桥梁的上下游都不应该开采砂石 以维护桥梁的安全 同样的道理 海岸线的位置是河川上游所带下来的砂石 与海浪冲刷所带走的砂石平衡的结果 如果河川上游大量开采砂石 或是足起水坝 使得砂石不再流向海洋 那么河川所带下来的砂石 就会少于海浪冲刷所带走的砂石 最终将使海岸线退缩 以上就是地貌的改变与平衡的介绍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